大家好,我是下妈 我们家是特别喜欢吃丸子类的 像鱼丸肉丸经常做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蔬菜的嫩鱼丸 真的超好吃 想要省事又怕鱼刺 直接就用巴刹鱼 解冻后,给它清洗干净 切成小块 我这里三斤鱼肉,可以做100个鱼丸 分次放进绞肉机 搅打成细腻的肉泥 像这样子,用粘性 就可以放进大碗中 先放到一旁,备用 配菜我是铁棍山药 搭配胡萝卜,口感很轻盈 色彩又好看,把皮刮掉 如果是过敏的朋友 一定要戴上手套哦 切成小块,放进绞肉机 搅打成细腻的糊状 放进鱼肉里面,加入葱花 食用盐,再来一点香辛料 打入三个鸡蛋 最后加点白糖,蚝油提鲜 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刚开始是很稀的 你搅五六分钟以后 它会越来越粘稠 上镜,像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或者旁边你准备一盆清水 抠几个丸子进去 能够迅速浮起,就代表到位了 像这样子就可以放进温水里面 开始煮丸子 火力要控制在中小火 温火慢煮 不要让水沸腾 在煮的过程中 要轻轻地拨动,翻个面 能看到丸子有明显变大 就代表里面也熟透了 就可以捞出来啦 这样我们的一个蔬菜鱼丸就做好了 等它冷却后 就可以装进袋子里 放到冰箱冷冻储存 这个蔬菜鱼丸真的很嫩 又嫩又滑 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小朋友 弹性不大 不是Q弹的那种 平常煮个汤底 或者是煮个面条 搭配一下 真的是又鲜又嫩 超好喝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我们下午后 大家可以切成